那都向往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啊 那在北京打工月薪挣八千元啊 算什么水平呢 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吗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都知道像北上广啊 这种一线城市啊 工资呢比其他的啊 二三四线城市呢都要高啊 但我们也知道呢 这种城市呢消费啊也比较高 虽然挣的多啊 但花的也多啊 那据这个二零一八年还有二零一九年啊 这个北京的月平均工资水平来看呢 基本上都是高于八千元的啊 所以你在北京这条呢 要挣八千元左右呢 不是特别的多啊 也就是啊 将将是一个平均的水平啊 但如果你月薪八千啊 在这块包吃包住啊 那可以说你完全啊 可以过上这个比较宽裕的生活啊 因为在北京啊 这个消费比较高的地方 其实跪在哪呢啊 主要是跪在这个租房啊 还有这个吃饭上啊 可能大家都知道啊 在北京啊 租一个小单间啊 就是二十平左右的啊 在五环这边啊 都要三千左右啊 那你再加上这个每天吃饭呢 啊 每天吃饭咱就打这个啊 很实惠的来算啊 一个人啊 早饭十块啊 午饭三十晚饭二十 这个价位呢啊 只能吃这种啊 普普通通的盖饭啊 那即使这样一天下来有六十块钱 一个月呢就是啊 一千八百元 那吃饭一千八 加上这个租房啊 三千元啊 光这两样啊 加上来就快五千块钱了 还没算这个水电 还有额外的开销呢 对吧 所以说你在这儿如果挣八千元的话啊 不包吃不包住啊 那可以说啊 你基本过得会非常紧啊 也就是温饱的一个状态啊 那如果你月薪啊 八千元在这儿包吃包住啊 那完全可以过上 一时无忧的这种小康生活啊 甚至周六周日啊 还可以去看个电影 健健身啊 约朋友出来啊 捋个游 这都没问题啊 所以在北京那头呢啊 如果你月薪八千包吃包住的话啊 完全可以过上 一时无忧的小康生活啊 但是如果不包吃不包住啊 也就是温饱的一个状态 好那朋友们 你们同意我的观点吗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向我交流 喜欢就关注格子 关注格子每天都有新鲜事 好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 拜拜